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 是我的八月愛用品 七月份的愛用品我沒有拍 因為上個月就在月底的時候 我重感冒 就是完全沒有聲音 就是整個人毫無力氣 氣色也非常的差 所以上一個月 上一個月 我就沒有拍七月的愛用品 不過呢 因為我這兩個月其實用的東西差不多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就算是我七到八月的愛用品 那按照觀念呢 我們先從彩妝保養品開始 首先第一個東西是我嘴巴上這個唇膏的顏色 這真的是我近期的大愛 我最近很多影片都是查它 就是呢 碧雅的04號這支唇膏 這個紅管4號好像已經紅很久了 可是我一直遲遲沒有購入碧雅他們家的唇膏 那我前陣子剛好在一個韓國購物網站上面買東西 我剛好呢 就缺大概兩三百元 就可以到達一個綿韻的門檻 我就在那邊逛逛逛 然後突然發現說 欸 這個顏色好像之前有曾經被討論過 我想說好 那我就來買買看 結果呢 一用我就真的覺得說 嗯 它被推真的是不是沒有原因的 它是一個不管你要上班還是上課都可以擦的顏色 有點像是我們說的乾燥玫瑰的顏色 或是說你週末要出門 不管你是搭很濃的妝還是很淡的妝 擦這個我覺得都很百搭 就是它不管配什麼都覺得很適合 所以這一個真的是我近期的大愛 如果你還沒有擁有過 VIA他們家的唇膏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它的質地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它是霧面的 它是全霧面 可是它上在嘴巴上面不會有那種 很乾 很抓住你唇膏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是橘子皮乾掉之後沒有水分 你的皮就是會越來越皺 越來越皺 越來越皺的那種感覺 雖然說這張形容嘴唇好像有點噁心 但是我覺得如果使用太乾的霧面唇膏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那這款唇膏我覺得它修飾唇紋的效果也很不錯 有時候我如果一陣子都沒有擦護唇膏的話 嘴唇上面就會殘留很多死皮 可是我擦這支唇膏的時候我擦上去 我覺得它不會讓我的死皮有很明顯的感覺 甚至有一些些修飾的效果 因為有些唇膏就是你如果死皮很重擦上去的時候 你的那個嘴唇就會看起來很可怕 那個時候如果很近的看你的嘴唇 人家就會知道說 喔 你死皮很多喔 可是用這款我覺得不會這樣子 就是還不錯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試試看啊 再來最近我熱愛使用的產品 是colourpop的眼影 我這一個色號是sequin 我前陣子在做colourpop開箱買了這一個 買了之後呢我真的是不間斷的使用它 最近我的眼影幾乎都是用它完成的 就是我現在眼影中間有個亮亮金屬色的感覺 就是用這顆打到的效果 這個它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這個顏色我剛開始買的時候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呢我把它搭配其他的霧面眼影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亮片跟霧面眼影超級搭 它就可以讓你整個眼妝有個重點色的感覺 你們看這個 你看它這個 啾啾啾啾啾啾的那個光澤感 它超級無敵散的 給你們看 它就是金屬光澤很重 你在不管哪一個角度看 都可以看到它那個 啾啾啾啾 你在外太空都可以看到這個顏色 真的是超級閃的 這顆真的是我近期最常使用的眼影 如果我不知道要畫什麼時候 我就會拿它來做搭配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買colourpop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顏色 再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卡尼爾的全能多效卸妝水 這一款呢是我在看一個英國YouTuber 叫做Flair Default 就是我上一次推薦 國外YouTuber的其中一位女生 她在她的影片裡面有分享過 我上一次去逛屈城市的時候就逛到 欸台灣有賣耶 我就覺得說好難得 因為常常在看國外的影片的時候 他們分享的東西 其實我們在台灣很難購買 所以呢我就看到這個 我就說哇難得可以買到 就買來試試看好了 那我買的它是敏感肌試用 它是無香料酒精油跟澡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單純就是水的卸妝產品 那這個我近期使用下來 我覺得它卸妝力還不錯 可以把妝卸得很乾淨 而且不需要使用到很多化妝棉 那它上面有寫說 你眼唇都可以使用這一罐 可是呢我用它卸我眼睛的時候 不會說到刺痛 可是會有一些些的異物感 所以通常眼睛我一樣都是會用眼唇卸妝力 這一個我就會把它用在我前 我前 用在我全臉的地方 當作大面積的卸妝 那最近我就是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唯一有一個我覺得不太方便的地方是 它裡面的這個孔的地方啊 我覺得有一些太大 因為其實我卸妝的時候 我不需要用到超級多量 我就可以把它妝卸乾淨 可是因為它一倒就會很容易倒太多 你的化妝棉就會沾滿很多的卸妝水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其實使用下來是有點浪費的 因為你其實不需要到那麼充足的量 你也可以把你的妝卸乾淨 這一點是我唯一覺得說對我而言有點不方便的地方 其餘我覺得這一款都是一個很不錯的產品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無印良品的帆布鞋 如果呢 你有追蹤我的Instagram或是Facebook的話 就會發現說我最近有很多 出門穿搭的地方我都會配這雙鞋 因為它實在是太好搭了 不管穿什麼衣服都可以穿它 而且呢 它的鞋子很好穿 它裡面有個QQ的很像是氣墊的東西 可以撐住你的腳弓就是這個的地方 所以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就算走很久 你的腳也不會很痠 而且我要推薦它的大重點呢 是它不會磨腳 它真的沒有到磨腳 我覺得這真的是要用捷克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來形容這雙鞋 因為呢 我的腳真的非常會磨 通常十雙鞋 我有十雙鞋都會磨腳 真的是這麼嚴重 不管是涼血啊 夾腳脫啊 我都可以磨各式各樣的地方 一般呢 可能磨腳後梗 我是連大拇指的旁邊 小拇指或是腳背的地方 都可以磨 就是任何 只要跟鞋子有接觸到的地方都會磨 甚至是我就算穿很厚的襪子 也有可能會磨腳那種 我就是腳問題很多的一個人 這雙鞋我第一次穿的時候 我穿的襪子是那種隱形 就是只有包你的腳趾頭跟後跟 我在想說完了完了 我忘記穿一個厚襪子了 因為通常我在買新鞋的時候 我一定會配一個比較厚的襪子 來防止它磨我的腳 可是呢 我那天完全沒有磨腳啊 我真的覺得說 天啊 這實在是太厲害了 值得囤獲一百雙鞋子 可是呢 就是我沒辦法囤一百雙 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台北一直找不到我的size 我是從我高雄的朋友把它寄來台北 我才拿到它的 所以 大家 如果缺一雙 缺一雙 缺一雙 帆布鞋的話 可以去看看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音樂的部分 這個月我只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 Say You Won't Let Go 這首歌真的是 非常的美妙 我必須要用美妙來形容 它是一首情歌 而且你去看它的那個歌詞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天啊 就是充滿愛的一首歌 如果呢 你可能跟你的男女朋友吵架啊 或是說你要求婚啊 之類的話 都可以用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真的是 聽起來超級舒服 你沒有愛的人聽完都會覺得 哇 我的人生充滿著愛啊 我要直接放給你們聽 因為它實在是太好聽了 它聲音超有磁性的 好這真的是一首很美的歌 你們一定要去聽聽看 我前陣子說到一個女生 她傳私訊跟我說 她在她的播放清單裡面建立了一個清單 是美根推薦的音樂 她把我每個月的愛用品的音樂 都把它加到那個清單裡面 她還截圖給我看 她上面在寫 美根推薦的音樂 我想說天啊 也太可愛了吧 我就想說天啊 那這樣子你七月份就沒辦法新的歌曲了 因為我沒有拍愛用品的影片 好 我以後在現實動態 不定期跟大家推出就是 我有在聽的歌好 不然我怕那個女生她的歌單就很空虛 一個月只能就是 跑出一折新的音樂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可愛了 真的實在是太可愛了 好接下來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是一本書 是這一本 它叫做別為小事折磨自己 我很少跟大家推薦書籍 應該是從來沒有推薦過 所以呢 我今天跟你們分享 就代表它一定是一本好書 好那我要來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推薦這一本書 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我連續的感冒大概三個禮拜 就是三個禮拜感冒完之後呢 我大概好了一週 之後呢我又感冒了 所以我就是連續這種感冒 就是沒有聲音啊 或是沒有力氣 或是同婚想吐之類的等等等 就是身體狀況非常的差 那我們人在生病的時候呢 心情上自然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呢 我就有一陣子真的覺得說 天哪 我好累 我想要休息 我不要工作 我不要拍影片 我要出國 我要睡覺 我要大吃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知道感冒我好像痛 我不能吃冰的 我不能喝珍珠奶茶 我什麼想吃的東西都不難吃 我就覺得天哪 我的人生好痛苦 我只是想喝一杯珍奶 都不可以 可是呢 我覺得上帝幫你關了一扇窗 一定也會幫你打開另一扇窗 這件事是真的 我突然是無意之間 真的就是這麼無意之間喔 我就某一天在整理我的櫃子的時候 突然發現這一本書的存在 而且就這麼剛好的 我竟然就是想要把它拿來讀一下 真的是太神奇了 就是平常把它擺在那邊 我都沒有要讀 但突然就是把它拿起來看了一下 而且這本書它已經很久了 它是2011年出版的 所以它並不是一本很新的書 我讀了幾篇之後呢 就覺得說這本書它真的 有帶給我一點力量的感覺 它是一本就是裡面都是用很小的故事 去闡述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呢我們往往會忽略了 人生之中很多很小的事情 就像他的書名講的 他說不要為了小事折磨自己 我們常常就是讓自己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不是那種很大的事情 因為通常很大的事情 我們就是會乾淨上井發條去把它解選 往往都是一些我們現階段 沒辦法立即改變的事情 會讓我們覺得說氣到想要中風 它後面就有寫說 耗盡我們生病的與其說是重大的悲劇 不如說是瑣碎的小事情 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很愛說什麼正面力量啊 正向思考啊 之類的 我覺得這本書呢 它就是有帶給你那種力量的感覺 雖然說平常非必要 我不太會用正面這個詞來信任我自己 通常都是我可能說了什麼話 或是做了什麼事 人家會說 美根你真的好正面啊 或是說 欸你怎麼這麼正向啊 之類的 就是我不會把正面這個詞 當成一個slogan在那邊講 我覺得正面這件事情它是一個感覺 所以如果旁人形容你是一個好像正面的人 或是說喔你思考好正向喔之類的 這件事情是成立的 可是我自己就是說 喔我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我就覺得說 好像有點怪怪的 而且如果你一直跟人家說 我要散發一個正面的力量 但是事實上你並沒有那麼正面的話 這樣你人的生活應該會很痛苦吧 因為我覺得 正面思考它應該是 懂得去處理你的負面情緒 而不是說你好像遇到什麼事情 你都不會生氣 你都不會難過 好像不管看待什麼事情 你都會覺得說 啊沒關係啊 人生還是很美好的 而且你說 天啊 人生很多事情就是沒那麼美好 我們的人生就是很困難 沒有這麼輕鬆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人類 一定會有很多種複雜的情緒 像是開心啊 難過 生氣 憂鬱 悲傷 想哭之類等等等 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要如何讓這麼多種情緒 可以很平衡的待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不會互相抵觸或是互相矛盾 這才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那我覺得這本書呢 它就是用很多小故事引發你去思考 讓你常常就是心中有一些很糾結的小事情 可以慢慢的把它解開來 並且達到你心中那種比較平衡的感覺 它裡面 我有抄了幾句我覺得說 就是我聽說 好像很簡單 可是其實很有道理的幾句話 像是感謝那些曾經折磨過你的人 或是越忙的時候 越應該要給自己一段思考沉澱的時間 這個是一個必要的動作 不應該要等到有空在做 或是也不應該等到有機會在做 那我們也要跟你們說 我看完這些文字有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看完同一件東西 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不想要用我自己的角度 去影響你們的思考 就是這是每個人心中屬於你自己的答案 那這本書呢 我推薦給所有曾經遇到過困難 或是你現在正在經歷著困難 或是你想為你的未來的困難做準備的朋友們 都可以可能去看看這本書 OK好好像很久沒有這麼掏心掏肺了 希望你們不會覺得太沉重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最近有什麼愛用品 你覺得說很不錯用 想跟我分享的東西 都可以使用instagram的hashtag talktokmegan跟我分享 我已經很久沒有宣傳過這個tag 我自己都快要忘記了 應該只有就是追蹤過我很久的朋友 有使用過這個tag 那現在如果你們有任何事情想跟我分享的話 都可以使用這個標籤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只能說喜歡這部影片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那如果是心培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話 不管你用手機還是電腦 都可以點旁邊的按鈕 點下去就可以訂閱我喔 在每個禮拜三不定時跟固定禮拜五 晚上八點鐘還有新的影片喔 那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